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3日 今天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非常简短 但是非常亮眼 很值得研究 也就是这个胡锦涛文权民族出版 民族文版出版发行 也就是少数民族语言 这个胡锦涛的文记出版这个事 和习近平现在所谓的治国理政的文学 放在一起 这说明什么呢 和大家聊聊 先看看网上的截图 新华社每天都是一提二提 都是在吹捧伟大领袖习近平 凭这个令人感到肉麻的 仿佛回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了 这个在这个王沪宁和这个黄坤明的这个安排下 新华社每一天可以这样讲 第一提都是习近平 二提三提也是习近平 再拿出一点点位置 这个给这个李克强 今天你想就是 第一个是习近平的2020考察足迹 讲到一年来走遍这个大江南北的情况 到基层看企业 到农村 到老百姓家里先过盖子等等的这些故事 第二提是习近平签发这个军队后勤条例 这个第三提在这里一刻强 然后在内页里面 这个不是很显著的位置啊 但是也可以了 就给了这么一个胡锦涛的位置 胡锦涛文学第一至第三卷 民族文版 你可以看出他现在对这个胡锦涛 给我的感觉好像还是比较在乎 那么这篇文章讲的 这个12月23号 这个七种少数民族文字啊 由蒙古族 藏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朝鲜族 仪族 壮文 等七种语言 在全国公开发行 那么这是中共中央文信编辑委员会编辑的 胡锦涛文学一到三卷 2016年9月 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个 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 组织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的翻译队伍 你想这是一个庞大的这个人力词语言啊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这种 就工作调动起来 都为这一个人书 在组织翻译啊 历史四年 你想长达四年 这个 12月完成了就七种文本啊 那么现在由这个少数民族出版社出版 因为中国这个14亿州人口 各地都有党组织 你想从上到下下一个令 必须订阅就胡锦涛的这个文学 那这一下子发行量那是了得呀 太惊人了啊 这就有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这个文本 文本一出 那就从政治上来讲 声誉上影响力比较大 这个 另外呢 第二个就是 这个 毕竟有稿费啊 这个稿费也是很可观的 因为发行量太大了 半岁加起来 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那当然了 这些少数民族这个文艺翻译队伍 也要付人家这个翻译费用 但是 这个 共产党它是这样 它是这个按照你的贡献啊 跟这个党走得近 那自然而然就会受到一些物质奖励 你在翻译之前 肯定这些人都是有这个 这个薪水的啊 翻译过程当中 可能还有些奖励 那么同样的 这个书出版之后呢 这个胡锦涛的手 个人的手 也是很精神的 毫无疑问 所以这件事 对胡锦涛来讲 名利双手 但对习近平来讲 他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异乎寻常的啊 要这个 搞这种宣传 可以这样讲吧 七种语言 也是大张旗鼓的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啊 也不是偶然的 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中共面临着 内政外交的困局了 由于习近平搞这套 技术路线啊 到行李时 这个 可以这样讲 毁掉了这个改革开放 40年的经济成功 尤其是中美关系 过去的就合作 变成敌对了 这个 特别是新冠军 病毒满营全世界啊 这个 党内肯定批评意见 也是比较 比较多 特别在这推下来的老 老同事 原老们对他是活大 一定是活大 他也是 必须平衡平衡的关系 缓和缓和矛盾 这个 这是一个 另外下一步 有可能中美 这个有冷战变成热战 一旦有战争的话 他不得不向 共青团派 这个施软 团结共青团派 一起来这个 战斗 对 也应战 对吧 这个 这是一个原因的 以前你看 他这个 我记得十九大那个时候 这个 这个 习近平那时候 质得意满的 愁愁满志的 特别是川普来 这个 中国访问的 那段时间内 对李克强的报道 几乎都是 变成了这个 第二版 第三版 边边角角的 就李克强 像不存在式 就像一个跟班式的 那么现在 虽然这个 他们官样文章当中 冷战讲 戏和戏 一讲话 就要把 习近平放在嘴上 但是习近平 毕竟 至少在宣传方面 给这个 共青团派 主要是李克强 胡顺华 等人 留下了一点 就空间 不能说 平分秋色 也是 角色过去 宣传力度增加了 很大 这个 这是一个原因 他不得不妥协 第三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胡锦涛 长期以来 在西藏 认识 他在西藏 那个时期 也是培养一大批 藏族感 所以应该讲 他比习近平 还是要 多少 回柔一点点 那当然 他镇压 这个造民 这个事 在这个 这个 上个世纪都有记载 也不需要多说 大家都记忆游戏 这个邓小平 之所以看好他 那和这个也有关系 严厉镇压 有关系 他也是一党之争 但是他没有搞个人独裁 他基本上是 集体研究 集体角色 集体承担责任 九龙之随 甚至在政法委 政法委这一块 周永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 有点 分权的 大了一点 对他来讲 算很大的制约 这个 尤其是文家宝 他肯定和 和周永康 是不对付 明显看出来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 这个 用这个方式 就是出版这个书的方式 稳住 胡尼涛 让他背后 也少议论一些 以前是 用提拔 他的儿子 胡海鸿的方式 这个 由家兴 到利 利水 最近这一段事情 他没有提拔 是因为什么 再提拔一步 习近平就 非他心里所愿了 因为上升到 一定层次之后 他把胡海鸿 将来做大了 再观察 再靠他爸爸 这个人气 真的要上去了 那他肯定 这个 和习近平这个方箭政策 是不一样的 肯定不认同他这一套 别看他表面讲的 也是 什么金山银山 青山 绿水的 那都是假的 两面人 他也是同情 这个令计划的人 太习的 对不对 所以他对他儿子不提拔 你看以前有传说 一会儿是 这个什么 杭州市长 一会儿是大连市长 一会儿是 西安市长 最后令青岛市长 的高商 还在原地踏步 那就是习近平 想通过这个方式 不是提问你儿子了 而是 让你出书 就让你啊 稍微分享一点 这个荣誉 所谓的荣誉 就护你头文学 观样文章 这个也淡化淡化 习近平这个 一人做大 这个党内 这个议论很多 这个情况 拥转这个局面 所以现在他 突然间啊 花费这么大的一个气力 宣传的 古噪 胡锦涛的文学 依照散据 这个 其中少数民族文本 新华市还放到一个 比较鲜目的位置上 这也从我们反映 令到这个习近平目前的 这个一个 在党内外的处境 另外习近平也知道 这个胡锦涛在中共党内 较至于他还是 得到更多人的 这个支持 为什么 他这 比较软弱 比较 这个 比较宽容一些啊 这个 在他认知期间 没有抓捕那么多的 这个领导干部 特别是宗族部敢管的 大老虎 他不敢动啊 包括郭 郭伯雄 徐赛夫 他是不敢动 那既然当然了 其他人也腐败 现在可能就怀念 就胡锦涛啊 这个等等吧 尤其是在对美 这个 防治政策 香港的问题上 可能有很多人认为 胡锦涛 比他好得多 所以习近平是破裂这些压力 现在不得不做一些妥协 这个随着他们之间这个权力 这个争斗 很多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 这就是一个标志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